花蓮縣美域交流學會會員連展6月份在吉安浩克藝術村舉行 這次集結了國畫、書法、油畫、水彩、攝影、鴨花還有翻糖等有80多件的作品非常精彩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把握機會在6月28號之前可以前往參觀欣賞 一幅幅作品映入眼簾其中包括國畫、書法、油畫、水彩、攝影、鴨花及翻糖等80多件作品精彩呈現 這是6月份在吉安浩克藝術村聖達登場的花蓮縣美域交流協會會員連展 我們花蓮縣美域交流協會是去年2月成立 我們的成員是多元化的 有國畫、書法、西畫類、還有手工藝類、還有食品類也有 然後我們這一次來到這一個場域呈現的就是每一個人經典的作品 而其中也包括了黃湘涵老師在今年5月份 遠赴韓國參與國際大賽獲得金牌獎的精緻糖霜餅乾 透過城堡、王子與公主等元素充分體現滿滿童趣 我帶了就是我去年帶國小的孩子出去比賽的兩件作品 就是個金牌跟銀牌的 然後還有附上我今年剛熱騰騰5月份比賽的KICC的翻糖餅乾 現場創作各個都是精選 雖然展期從6月份開始一直到28號 但是翻糖作品卻有保存期限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可以把握機會抓準時間 請往吉安浩克藝術村參觀欣賞 記者徐立芹節安相報導 我們在北京建設地ма